新疆社會優算電視公司中處在連環暗會 包括館長維銘局和館長立委都親自告現場動錄 館長維銘局也表示 即使專官為他一間可以保険專官的優算電視業者 也相信在新疆最優秀的服務之下 可以提供所有中華鄉親最好的服務 為了要認識官來國際社長以及民意代表 新疆社會優算電視公司當年也都轉完動完起來 希望用相關整個服務的方式 服務所有的鄉親已經為一位好朋友 館長維銘局也支持 新疆社會優算電視是官來為他一間 可以服務所有中華鄉親的壓制 無關是南中華還是北中華 關鍵戶一定是專利來支持 也相信新疆所提供最優秀的服務 一定可以提供給所有鄉親最好的品質 也是最好的選點 老虎人 可見說 我們未來 我們的業績一定是 欲水則窩 投擋 對不對 好不好 我們這麼會來聽 所以我們是 全線性的 是一個 唯一全縣 一家 可以佈建的第四台 很開心 可以說 我們新疆的投入 可以讓我們 中華館和我們的收視戶 多一道的選擇 所以中華館政府 在今年1月1號 馬上 讓你們的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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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我們的服務 一定比人更好 我們的收視乎 能夠多 也感謝 我們的新疆 可以說 對政府的建設 新聞的報導 可以讓路實 讓我們今天 讓鄉親事物 都可以了解 好 並去到在地人 聽到在地人的精神 行中中秋晚會 也由秀水副主席 蔣獻忠 搖槍來組三立紅人榜 代表中華參加比賽 秀水秀姑娘 吳美琳演唱 詹亞文北極新甸店 很多秀好聽的歌曲 受到議會嘉賓 都說真好聽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在地的好歌聲 好歌聲需要鄉親的領導 好的意見也需要 大家的共同來欣賞 以中華作為主要出境的 八大偶像劇 命運交叉路劇組 獨了套櫃在中華出境 合作行銷中華以外 叫做也特別專門人家 向所有的新中 和部的鄉親來簽安 就好中秋節快樂 命運交叉路這個戲 也是非常老漢 也在商話裡面 都大部分在那邊取景 也感受到商話的熱情 那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們 每個禮拜六的早上十點 要準時收泡我們的命運交叉路 晚上九點半會重播 謝謝你們的支持 希望所有的出境 每個年半會 也占對中華生理的完工 來基本的慶祝生理 為整個暗會 為何萬萬的古典 也向所有的議會嘉賓 好想祝好中秋加節快樂 中秋加節快樂 新中華新聞江戴錦會 可以大餐都報的喔